此久迎新2021年已经过去了 依然有很大部分人还在燃油车以及新能源中很难做出选择 从能源补充方面来说燃油车更加的便捷 从经济实惠以及动力输出方面来说 新能源更加的实惠 或者说它的动力输出更加的干脆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 或者说有没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今天我们找来了市面上两辆非常火热的车型 看完这期视频后我相信大家心里一定会有答案 15万件SUV大空间高位置是消费者的刚需 但动力强劲油耗又低的车型那可真是少之又少 今天的主角Song Pro电脉就是这么一位实力强劲的选手 2022款Song Pro电脉已经正式上市了 价格为134,800到159,800 并且从早期预售阶段订单就极为火爆 到现在关注度也居高不下 看来这款燃油SUV颠覆者真的是有备而来 这位新进实力派的到来 让一众燃油SUV的老牌劲女们坐立不安了 我们都知道在15万级这个价位 有那么一款SUV长期在销量榜上居高不下 没错它就是今天的Song Pro电脉挑战的类主 哈佛H6 哈佛H6不用过多介绍它的背景 长车深中国SUV市场的需求 大空间高配置动力不弱 一辆车全家用 这就是H6的成功之道 但有的厂商它就是要挑战传统 DMI的超级混动性能到来 把动力与油耗的矛盾完美解决 不用选 我都劝要 亚迪Song Pro电脉 无论从动力油耗科技体验成本上 对传统燃油SUV都是彻头彻尾的打击 为啥这么说 我们下面开始好好来对比一下 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一辆2022款的Song ProDMI旗舰型Pro 售价为159,800 和一辆1.5T自动冷气版的第三代哈佛H6 售价为13.7万元 由于Song ProDMI免除了购置税 所以两辆车的落地价格是差不多的 甚至在现排城市Song ProDMI能直接上班 隐藏的成本更是惊人 那么当两辆同样优秀的车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是H6依然能稳坐王位 还是Song ProDMI能把其取代 我个人认为 比亚迪的DMI系统是当今最好的混动方案 无论是轻混还是插混 市面上都没有一套系统能与DMI与之抗衡 在拥有同样节油性的产品中 没有一辆拥有像比亚迪DMI如此强劲的动力 在拥有同样动力的产品上 也没有一辆拥有像比亚迪DMI如此强劲的节油性 这就是DMI的强大之处 谁说愚合熊掌不可兼得 2022款Song ProDMI搭载比亚迪的DMI超级混动系统 以消云插混专用1.5升高效发动机 EHS电混系统和DMI超级混动专用刀片电池为核心 而对于刀片电池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在经过真次号 依然能保持电池质量 安全程度上也是增加了一份强傲力的保障 Song ProDMI的动力数据为最大功率81千瓦 峰值扭矩为135牛米 电机最大功率145千瓦最大扭矩325牛米 Song ProDMI为什么动力强健又能保证超低的油耗 技术理论咱就不说深了 简单的说就是电池没电了 发动机能在最省油的转速直接给电池充电 再有电池输出动力 除了高速发动机基本上不参与驱动 这样说懂了吧 综正所述2022款比亚迪Song ProDMI满身黑客气的加持 而开起来它也确实如此 我们可以用5个字来形容这辆车 快省静顺率 这5个点就已经是哈飞车6无法做到的 首先快肯定就是动力 7.9的百公里加速在同级别中已经非常突出了 起步经营低扭强劲有力 15万机SUV几乎没有对手 省就是节油性 百公里4.4升的油耗可以称之为燃油颠覆者 在电油全满的状态下 综合取航能力更是高达1090公里 那么静指的是车辆的NVH 这辆车的NVH也是非常优秀的 作为一辆家用SUV来说 舒适性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辆车很好地杜绝了风噪路噪以及发动机舱带来的噪音 这是同级燃油车无法做到的 甚至媲美了纯电车型 绿是这辆车的强大福利 因为它能上绿盘 这辆Song Pro DMI免购置税 不限限还不限购 当然北京还是要限行的 成本一下子节约了很多 但说购置税这方面一下子就省下了不少钱 Half H6再怎么优惠 购置税这笔费用也是无法避免的 并且Song Pro DMI除北京外不限行这方面 简直不要太爽 而Half H6的动力表现 从油耗上来看就已经不占优势了 并且老百姓对于车辆的燃油经济性 还是非常关心的 首先Half H6的百公里油耗8点多 其实已经不算高了 但是跟Song Pro DMI的比起来 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 而变速箱方面 第三代Half H6运用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 虽然这个变速箱很成熟 但是相比较Song Pro DMI的EHS电混系统来说 还是可以感觉到顿挫的 我的意思不是七速湿式双离合不行 而是比亚迪Song Pro的那套EHS电混系统 真的是太顺滑了 并且Half H6开起来NVH不如Song Pro DMI 路灶以及发动机的声音比较明显 而发动机的噪音这一点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它不像Song Pro DMI一样拥有电机 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性 除开燃油经济性上 购置税以及现号限购政策也让绝大多数消费者挠头 外观方面 Half H6的外观依然延续了熟悉的味道 你说它保守也好说它自信也罢 但是Half H6的外观相比比亚迪Song Pro DMI来说 确实不算出彩 外观走了不一样的风格 而比亚迪走了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国潮范 同为自主品牌 比亚迪算是把国潮范明白了 全新Song Pro DMI的隔山比例 由之前的60%提升到75% 尺寸明显更大了 因此气场也更为强大 视觉上也更有冲击力 相比较来说我个人很喜欢Song的外观 内饰方面 第三代H6的内饰相比较上一代来说 确实进步了很多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并且Half H6走了极简风格 内饰颜色也有很多选择 但是有些内饰颜色确实偏稳重了 不能够讨好年轻人 而相比较比亚迪Song Pro DMI的内饰来说 确实缺少了一种科技感 科技智能方面确实也相对比亚迪Song Pro DMI有所欠缺 而比亚迪Song Pro DMI内饰依然延续了国潮风格 我们这次拿到的Song Pro DMI为麒麟宗内饰 这个配色非常具有豪华感 该配色从古代神兽麒麟上汲取灵感 富以大地色调调和 豪华而不失稳重 在沉稳中添增了优先典雅 国潮风浓郁 今天年来 自主品牌都会把科技配置堆得特别的齐全 那么作为两款火热的车型 在科技配置方面 大家都不会特别的吝啬 首先 我们先来看第三代H6的科技配置 H6拥有了一个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 以及一块12.3英寸的中控液晶屏幕 当然这块屏幕是不能旋转的 其次 这块屏幕的顺滑程度稍有一些欠缺 并且在影音娱乐方面并不丰富 这也不符合大内年轻人的选择标准 当然第三代H4 H6也是拥有语音助手 远程控制车辆等功能 并且支持手机无线充电 我们再来看Song Pro DMI的科技配置 其实近几年 比亚迪在科技方面 以及车机交付方面 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并不仅仅只考虑驾驶员的行车压力 他更加注重了乘客的车内娱乐项目 所谓开车不累 坐车不烦 说的就是比亚迪Song Pro DMI 比亚迪Song Pro DMI搭载了全新升级的 8.8英寸的液晶预保盘 顶配车型15.6英寸的中控大屏幕 凸显了非常高级的科技感 而在51公里的高配Song Pro DMI上 则是搭载了一块12.8英寸的旋转大屏 就算是12.8英寸 也是要比哈佛H6的屏幕要更加的大 那科技方面 依托全新升级的D-Link 4.0系统 让这块屏幕拥有丰富多彩的共同配置 并且系统流畅度UI设计等 相比上一代系统都有一定的优化 这一点确实比哈佛H6强了不少 其次关于这套系统我们也非常熟知了 这块旋转大屏幕什么时候看 都觉得非常有科技感 导航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 语音控制在线娱乐 你甚至还能在车里面开歌 并且比亚迪Song Pro DMI的两款高配上 也支持手机无线充电 其实可以看出 你从哈佛H6上可以找到的科技备置上 在Song Pro DMI上都可以找到 并且Song Pro DMI还拥有云服务 牵连等等 这些都是哈佛H6没有的 并且这辆Song Pro DMI上 还搭载了空气减化器 以及PM2.5过滤 在乘坐舒适的情况下 还能保证车内拥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环境 其他细节方面 比亚迪的VTOL返车送电也是一大特点 我们曾经派过这个功能 随时随地的烧个开水 吃个火锅或者给设备充个电都十分方便 这一点也是哈佛H6无法办到的 说完配置方面 接下来就是驾驶辅助方面 驾驶辅助现在也是车企主打的一点 第三代哈佛H6拥有L2级的辅助驾驶 全速于自适应巡航 自动驳车等等 配置还是挺全面的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我们的自主品牌对于驾驶辅助方面 还是非常有良心的 而比亚迪Song Pro DMI方面 采用了自家的D-POL类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虚拟的驾驶伙伴 一个人驾驶时不再无聊 并且全程可以进行辅助驾驶 一有情况及时预警 避免了交通事故的发现 加上在线智慧精准导航 可以说是又安心又省心 那么对于两辆车的辅助驾驶方面 做的都非常出色 作为SUV车型 空间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那因为两者的轴距参数相差不是很大 所以两者的乘坐体验感受来说 也不会差别特别大 我们先来看H6的空间 这是坐到第一排位之后 头部距离呢 还有一拳 来到后排 第二排空间 头部距离 还有三指 腿部空间 一拳的距离 这是Song Pro DMI的空间 第一排空间调整好坐姿 头部还有一拳 来到后排 第二排空间 头部距离四指 腿部空间一拳 但是在座椅输入度上 Song Pro DMI有优越H6 之所以可以称得上是 国民大五座SOV 最重要的是 Song的座椅支撑性 以及座椅的舒适度和包裹性 都比H6更加的好 那H6的座椅偏硬 因为可能是当时 H6的定位是一辆比较 偏硬派的SOV 所以座椅的软硬程度 并没有太偏向舒适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相比较Song Pro DMI来说 确实还是Song更加舒服一些 综上所述 比亚迪Song Pro DMI 把同级杯车型都堵在了死路桶里面 而从价格方面来看 无论是H6 还是长安CS75 Plus 或者是瑞虎8 Plus的 这几款车的20D车型来看 它们的价格都不相上下 但是Song Pro DMI 一个购置税 就至少省了1.3万元左右 还能上绿盘 不现行 低油耗 长续航 它真的很香 我们可以算一下Song Pro DMI 旗舰型Pro版本的落地价格 免除购置税加上保险 基本上16.5万元可以落地 而Half H6的1.5T自动两驱版 加上保险以及购置税 机会也要15.5万元 如果是220T的话 会更加的贵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比亚迪Song Pro DMI的应用场景非常多 不仅仅适用于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观 并且在科技方面也是佼佼者 甚至一些粗活累活 Song Pro DMI也能驾驭 而身边这辆Half H6 给我的感觉欠缺了些许精致 它并没有走比亚迪的轻车风 它走了一种相对粗犷的风格 而Song Pro DMI 在设计配置空间方面 确实与Half H6打的有来有回 但在核心产品力上 Song Pro DMI确实做到了全方位的领先 DMI系统带来动力油耗的双重碾压 并且电动车般丝滑驾驶体验 也能让家人做得更舒服 OK那最后关于价格方面 还是需要补充一下 我们从经销商了解到比亚迪 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型价格 都有所调整 但是对于Song Pro DMI的购置推荐 还是不受影响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之前已经交付过定金的朋友们 依然可以按照调整钱的价格 购买到车辆 所以小伙伴们无需担心 并且还没有买车的朋友们 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款车 这么一看 Song Pro DMI确实不复 燃油SOV颠覆者的盛名 那好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请在我们的评论下面留言 我是野子 我们下期见 Peace